我傻的可以 直線條前進 只要有你的世界裡 壞脾氣真是寂靜 大方壞脾氣 能丟了甜蜜 愛情從夢裡就迷信 窗都無法 無法獨自分析 警察廣播電台告白節目 我是內克 你剛聽到的這一首自彈自唱的歌曲 叫做壞脾氣 我覺得彷彿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阿樂原唱者現在就坐在我的面前 帶著滿載而歸的心情 要來跟我們聊聊他的音樂 還有他最近的生活 歡迎這位我非常喜歡的唱作歌手 吳文芳 嗨文芳 大家好 內克好 我是吳文芳 謝謝吳文芳今天來喔 我剛還在想喔 其實從十年前 吳文芳開始參加選秀節目的那一刻開始 有十年了 你才知道 十年了 好久 對啊 這當中包含了參加比賽也好 到後來發行了兩張的作品 一張在2015年 也就是壞脾氣只有歌曲 是他當中的一首B面歌曲 好問亂卻美好者 然後一首孤獨的總和 他唱出了多少人的心聲啊 以及伴隨著驚人的點閱率 那一直到2017年的時候 其實年底出了一張我來自 這張專輯 十年的心路歷程走過來 我想要先問問芳一個問題 這十年來想說的話曾經改變過嗎 有啊 每天都在變 但有一個初衷沒變 就是真的喜歡音樂這件事情沒有變 對 然後我覺得變的是因為 你每天都要接觸不同的人 你心裡是一定會變 不可能不變 而且我覺得是每天都在變 其實我覺得對於文芳來說 我相信在唱歌這件事情上面 你現在問他喜不喜歡 他當然會告訴你喜歡 可是唱歌這件事情 往往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應該會帶來很多不一樣的情緒對不對 對 因為唱歌是我的職業 所以你把一個喜歡的東西 當成職業的時候 這件事情一定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簡單或單純 而且我是一個很直接 然後有什麼情緒 就直接說的那種人 可是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會傷害很多身邊的人 我自己沒有察覺到 對 因為你很喜歡一件事 你自然會很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你本身就會因為在意這件事情 讓周遭產生了一些化學作用跟反應 而讓這件在意的事情 不斷的被放大 那個被放大跟檢視 有些時候反而不見得是來自於別人 而是自己 為什麼我一開場就要這樣跟文芳聊 是因為我發現 文芳是一個行走系的歌手 行走系這件事情的概念 我很懂 原因是因為我非常喜歡走路 我的走路對我來講 其實是在一天的疲累 以及跟他人互動之後 難得可以和自己獨處的珍貴時間 那不管是真的兩隻腿在走路 或者是騎著摩托車都好 那是一個可以幫助我找到呼吸的方法 那為什麼文芳會是一個行走系的歌手呢 他首先是先進行了一個環島 對 他走了台灣這一趟旅程之後 其實創作出了專輯是我來自 對 那接下來在最近的時候 剛完成了一趟更了不得的旅程 兩百多公里 兩百四十公里 從葡萄牙一路走到西班牙 對 然後我走的這條路 它叫做朝聖之路 然後其實它是一個宗教的路線 但是我不是因為任何宗教的關係去 我只是純粹覺得我需要 就是剛才內科講的 我需要呼吸 對就是我在工作上面 然後生活上面有太多的壓力跟情緒 我覺得那東西太干擾我 所以我想說 我很需要有一個放空的時間 是專注跟專心回到自己身上的事情 那一陣子就是剛好我講的那個壓力出現 因為我覺得做音樂 包括現在這個網路世代 很多東西都變得很快 可是你創作我覺得 如果你那東西要很真誠 很打動人的話 這東西是急不得的 可是我自己會因為外面的東西太快被影響 然後甚至我自己心裡面會開始出現比較 就覺得 欸那個誰誰可能逼我出來的晚 為什麼我還在這裡 就會自己會有這種比較 然後把自己弄得心情很不好這樣 所以那時候聽到我朋友講這個 過沒多久就跟他說 欸我可以跟你去嗎 我也想去受苦一下 對所以就踏上了這個朝聖之路 文方剛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也是我自己非常有感觸的 我們好像很在意我們今天所作所為 既然已經是一個公眾人物了 是不是會有辦法影響到 這世界上的其中一個角落 嗯 越是在意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看到那些得到的正向回饋 我們會反過來去看 我們沒有達到那些事情的評論 對就十個裡面 可能九個稱讚你 一個是批評你的 你就會非常在意那一個批評的 嗯 對啊 很多的歌手對於自己的成績 很要求的時候 或許都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覺得文方 他其實在專輯裡面 也不斷的在訴說這些事情 我自己覺得 對於這兩張 不管是溫亂卻美好者 或者是我來自 這兩張專輯裡面其實有非常多 當文方自己想說的話 埋藏在裡面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覺得他在講愛情 他可能不是在講愛情 你有時候會覺得 他在形容一個物體 好例如水 可是他講的其實並不是水 而是水的這個狀態 跟人心裡面的連結 對對 在創作的過程裡面 把這些心境融合進去 到底可以變成是一個出口 還是他有些時候 反而讓你在那個圈圈裡面出不來啊 老實說 第二張專輯 因為距離現在已經一年 有 對 一年多了 那時候當下會覺得 我是找一個情緒的宣洩 包括可能開場的迷路汪洋 我每次唱我都會覺得 哇 一唱完就是有宣洩完的感覺 那時候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出口 可是現在回頭過來看會覺得 其實我在逃避 包括我去衝浪 我去潛水 我去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我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 分散我的低潮 可是重點是我沒有回過頭來把問題解決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還是很喜歡那張專輯 因為畢竟我自己很誠實的把這個情緒寫下來 對 因為我覺得要很誠實的去面對自己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他害怕別人會覺得 喔 原來你也是會害怕什麼事情 然後原來你也是有缺點的 這裡面有一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今天要求溫芳說 欸你可不可以在現場演唱給大家聽聽看 因為這首歌的一句歌詞非常的打動我 他說你害怕的事情本身並沒有力量 其實真正擁有力量的是你的害怕 事實上我們的害怕都是很正常的 我們的害怕 我們的比較 我們的自卑 那都沒有錯 誰都會去跟任何人比較 可是比較之後呢 你敢不敢面對你自己 心之所向這首歌曲 我要先想唱給大家聽嗎 歡迎溫芳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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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現場聽更有感染力了 真的嗎 謝謝 我們常常好像真的都會害怕齁 你做喜歡的事也在怕 因為你怕的事情是 這件事情表現得不夠好 然後你不擅長的事情你也害怕 那自然嘛 因為你就覺得你沒有辦法做好啊 我覺得人是怕失敗啦 怕跌倒 可是其實某種程度跌倒 反而是你未來成長的養分 哎呀好勵志喔 但是我覺得是真的 事實上是這樣啊 有時候跌倒了 你才會看到心裡所希望的地方啊 透過這些失敗去認識自己啊 嗯 然後你就會找到自己心之所向的地方喔 可能是你的心 可能是滿天的心都指引你方向 好我接下來要送給溫芳一個禮物 不過因為這個人非常的神秘 他沒有透露自己是誰 留給你猜猜囉 我要跟吳文芳說 所有的路都有著特定的指引和時機 你的作品和聲音是屬於你的直率 溫柔與堅定 還有那些代表你的信念和精神 而你擁有的特質 是我最最嚮往的獨立 自在與堅持 我要謝謝你美好的現在 我期待可以和你再次合作 也期待美好的夏天 與我們每一個綻放的一刻 一起加油喔 心之所向 心之所向 謝謝小球 我前陣子 我前陣子才跟他去吃飯 然後吃飯之前是 他邀請我去他的演唱會當夾子 但我一直非常非常欣賞他 是他在表演上面的 專注跟勇敢 對 因為我都會害怕 那他害怕 哪裡唱作或哪裡彈作 所以我就每次看到他的表演 我都覺得很有啟發 對 後來我們約去吃飯 我覺得他整體想要傳達給我的事 他要我去相信這個宇宙的安排 要我放開心去接受 每一個事情的到來跟考驗 純粹的力量很重要 然後那個純粹的力量 有時候歌手本身的聲音也會擁有 這樣子的特質 小球有這樣子的特質 你有這樣的特質 其實在點一下要播的歌曲 環島快樂裡面 贖命也有這樣的特質 贖命的那個吟唱一出來 你會看到的是大海的遼闊 跟高山的偉大 對而且真的會覺得很像是大自然 然後地球這個媽媽抱著你的感覺 是 我們把時間留給你 聽聽看 無辱房跟索粹一起合作的這一首 《環島快樂》 就把清澈 換給小雪 再把永恶 換給海洋 他的家已不是他的 他的淚人們 莫忘了 別讓星刻 我撐碎片了 別把自責 給渺小吞沒了 一個人改變 誰來負荷 就算只有你懂我 那就夠了 陪我還到快樂 我還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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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不成量 不是她的 她的泪人们莫忘了 别让心疼 我沉碎片了 别把自责 给渺小吞没了 一个人改变 谁来附和 就算只有你懂我 那就够了 陪我换到快乐 说命的那个声音 真的是让人家鸡皮疙瘩 对她唱的不是歌声 是灵魂 这一次的合作细节 有趣吗 跟苏明的第一次合作 她应该很幽默吧 她很幽默 就是我们那时候录的时候 她前一天晚上还在台东 然后就跟邻居啊 什么里长啊 就是因为她说台东人都很热情 所以走到哪里都被拉进去喝酒 所以她喝到很晚 然后就反正隔天来录音 然后就她一进录音室 就还是一样非常好听 可是就录到一半 她就突然跟她的经纪人就说 我想去买个饮料 然后我说好 那没关系等你 结果我回来就拿一个威士忌 结果她就大概喝了一点点 然后又进去唱 就唱得更好了 我们应该这样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放松 自己的方法啦 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可能对苏明来说 她放松的方法是这样 因为让她很自在 刚刚听到的环岛快乐 这一首歌曲来自 吴文芳跟苏明的合作 其实不止这一首 整张我来自专辑里面 都提到了很多大自然 其实那个大自然就是我讲的 我想要找一个分散我的注意力 然后找一个慰藉的地方 然后环岛这件事情是 当然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山水 然后又看到破坏 又看到垃圾 所以就想说 就是这个岛给我们那么多漂亮的景色 可是我们到底给它什么 所以我想说那我回去想要写一首歌 叫做环岛快乐 但这环是环回去的环 就是把这个岛原来有的快乐 跟他应该有的样子还给他 对然后包括我自己出去买摇摇 就尽量不要拿习惯 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么大的改变 可是我觉得至少从我自己开始要求 问方刚刚讲到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信念跟一个想法 可是不要把那个想法跟信念变成一个压力 然后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 可是就是他有机会会去影响到别人的 当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无穷的力量 虽然每次我问方都说 我觉得还好啦 我应该没有办法吧 对我会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么一点点 垃圾还是照样出现吗 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开始做起 那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生活周遭可以建的实体垃圾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集中人的力量 一起来把它解决的 好比你自己最近就要发起了一个活动啊 其实也是响应大概世界地球日吗 在4月的时候 4月20号就我有办一个敬叹的活动 然后其实办这个活动呢 之前我非常犹豫 然后大概是我3月23的时候 生日那个礼拜 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生日当天来 告诉大家有这个活动要参加 然后结果我就问我的那个歌迷后援会的朋友说 我们要不要一起办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 你也要办 他们其实也要帮我办一场 对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已经规划好 要在哪里进摊 然后找哪个单位帮忙这样子 参加问方的这个活动很棒 可是4月10号你可以做非常多非常多的响应 你也可以到离你最近的海边 对对对对 你不一定要到台北 是那你甚至可以做好基本的随手关灯 用环抱餐具 从这一天做起养成你的习惯 也是一个很棒的事啊 对 所以你看嘛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渺小 你久而久之还是会产生了一些 让别人跟着去做的影响力啊 而我今天要让你相信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的影响力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渺小 如果你以为今天只有小球的礼物 那你就错了 又是什么 嗨 芳芳 我是燕燕 歌手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永远都不会离开的角色 就像你一样 用音乐陪伴 不管过多久 所有歌曲都是回忆 你真的是非常努力的人 你用心于每一件你在乎的人事物 我相信最好的还没发生 就像指南一样 带着爱与祝福 敬情的唱 我们都会陪你一起成长 一起走下去吧 嗨 温芳你好 我是子萱 想跟你说 你的努力跟进步 我们都有看见 我们都在等 等你被更多人听到 被更多人看见 你真的真的值得拥有更大更好的舞台 哈喽 温芳 我是浩琴 我觉得是钻石的话 有一天一定会发光 所以不用怕好不好 你就尽情创作就好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管怎样 我们都会支持 哈喽 温芳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叫做伯军 我是真实的职业师 一名牙医师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行动力 像是你对一些环保的想法啦 觉得你超厉害 也超勇敢的 我一直很希望你可以 很有自信 唱你想唱的歌 做你想做的事情 温芳 温芳 以求克刚 温柔是你最大的武器 希望你可以一直把美好的音乐 送进我们无穷无尽的心中 哈喽阿芳 我是金元 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掉入了你的坑 出不来了 期待你之后所有的作品 也期待你的演唱会 我们爱你 哈哈 嗨 温芳你好 我是黄谦 认识你了 已经很久了 虽然唱歌你是那么棒 但是一下你却超没有自信 其实你一直是一个很善良 很可爱 还有很漂亮的一个人 所以不要没有自信 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会站上一个很棒的舞台 到那时候 我们依然会在台下默默支持你 所以不要放弃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已经超时了 所以加油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范范加油 继续加油 范范加油 谢谢你带给歌迷们很棒的音乐 也祝福你 接下来的作品一切都顺利 希望你继续加油 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音乐 希望未来之后 我们可以互相陪伴 然后一起越来越好 不再错过 好用心哦那一刻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要上网找啊 你很用心耶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到现在 你是来上节目的第13位 在这几个歌迷里面 救赎你的歌迷 踊跃到爆炸 你知道刚刚这样子播出来的内容 不到寄过来的一半吗 我要哭了 然后我要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道这个一半 加上另外的一半 他们全部都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就让我觉得 一定要来好好跟你聊聊 就是他们说 我们都知道 你是一个很容易没有自信的女孩 但是你要相信 我们都在你身边 好 刚才上一段就讲到说 小球跟我讲说 我要去接受每个挑战 跟相信宇宙安排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回头过来想自己拥有的东西是什么 那其实要上这节目之前 同事有给我看主题叫做自卑跟渺小这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其实我是很没有资格自卑的人 因为我出生的环境跟很多人比起来我很幸福 然后包括我可能天生 音乐的能力很好 我喜欢唱歌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 我应该要觉得很自卒 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个资格去自卑 但是我的没自信 我自己有一直在想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 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对但是我应该要再回头过来想 其实我有很多支持着我的歌迷朋友 他们应该是我最大的力量 我应该不要把我太脆弱的那一面 每一次都一直这样丢出来 当然那个东西可以存在 可是我觉得它不是全部的无问方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其实它在某个程度上 拯救了那一些正跟你有一样状况的人 每个人都很害怕自己在这生活当中 没有其他人的陪伴 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你觉得没有被他人肯定 所以你是孤独的 可是你的第一张专辑不就告诉了大家了吗 这些孤独当它变成了一个总和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凝聚成一些力量的 谢谢谢谢那个 无问方在他的粉丝专页上面 有写了一段话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也可以替刚刚的礼物做一个结啦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守护天使 用他的方式给予你肯定 因为无问方抽到了一张叫做海洋的卡片 他说这张卡不单止海洋 也是一件你单纯热爱的事情 愿我们都能够保护自己的所爱 像小天使守护着我们那样 对 其实这个卡很好玩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学塔罗牌 然后他就说你给我练习好不好 我就喔 好啦 好啦 就是也是跟他聊到我自己很没有自信的这件事情 然后就抽到了海洋这张牌 我就心里想说天哪 因为海洋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印象 然后他其实要提醒我的是 我如果很勇敢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这个宇宙其实都会联合起来来帮助你 包括其实淨灘就是因为我抽到这个 喔 是 那时候一知道我的歌迷朋友他们也要办淨灘 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有人在帮助我 然后结果后来过美多久 陆续就是收到一些艺人朋友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要来参加 那我就觉得很感动 嗯 就持续这样子吧 我相信接下来的吴文芳一定非常让人期待 毕竟前阵子释出了一个单曲来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就有很可爱很轻快的歌曲 搭配戏剧的主题曲 那接下来完整的作品 好作品是需要时间酝酿的 但是我有在动大家不要担心 对 而且这次的作品我会希望自己是真的去面对一些事情 对 然后其实包括情感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老实说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 因为我太害怕跟人面对面 对 但是当然当公众人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对人 对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直在让我学习跟成长 对 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你要写歌你一定要诚实 所以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件事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作品可以有更多 就是我跟人之间 然后包括情感上面的东西 对自己诚实 然后我相信你可以持续找到你音乐上的无穷 好的 最后一首歌曲 刚刚歌迷垫在底下的那首歌叫做无穷 无穷 我们现在来听文芳版本的无穷 然后谢文芳到节目来 谢谢你 谢谢那一刻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这首歌无穷 我想要谢谢我的歌迷朋友 然后喜欢我音乐的朋友们 因为音乐力量 然后加入了我的生命 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 我知道我都知道 会支开在荒地茫然 而希望凋零再干喊 怎能唤醒心中向往 可你知道你都知道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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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或永恒里寻找 等待的人有成情绕 天遥无穷 走过匆匆 在错综里相逢 只要是多么的渺小 只有在爱里 信念扬起 默然也敞开了心 此够无穷 同手拥着 才能再次相拥 在无边无际的时刻 先抱着我 别让世界坠落